HELLO 大家好,我是白地 今天做的是好久没有做的一个品牌,复理纹 那本身笔的话就是这样子,这样子套进去,送了一个笔套 我个人比较少用这个,然后这个笔套这样子 整根笔的话,白色非常的漂亮,非常唯美 国内其实感觉是可以把笔做得非常精致,非常漂亮的 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一个价位的问题 笔上面来讲的话,如果这边是一个有一个镀金环 那就我觉得会增加,怎么说,精致不少 上面因为笔顶上面已经加了一个这样子一个,这种叫什么脏吗? 还是什么一个印,那这个应该是另外贴上去的 然后这一根笔器是非常有心思的地方在哪里 在上面六角形,这里是圆形,这里是六角,这里是圆形 真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谁跟笔,就是 你正常肯定是把笔杆插到一边嘛,然后又把刀在这边慢慢削削削削削 那这个地方怎么过度真的是很值得去考量的 就是说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它的工艺到底是怎么做的 我觉得这个是很难想象,另外一个的话笔的话也是用一个吸膜器 吸膜器也是非常好看,比起平常那种黑黑的一个,然后整个都是透明的 但这一次的笔尖我是买了一个M尖,然后呢这个笔尖也是属于那个小的笔尖 那形状上面对比还是一样,拿一下那个乐用的两只来对比吧 百利金M205是不是很小,然后呢再给一个Edison就是也是我乐用的 反正我乐用基本上是这两只,然后去对比的时候 我们发现我觉得唯一的一个差别是在于是从外观来讲 你看这些它的镜面是非常类利的,贵一点的 负利纹的话可能这个地方会,呃其实也很类利的 但是总感觉就是那种抛光,可能这一只是白色吧 抛光的这个效果好像不是那么明显,我觉得是 那笔的话,呃中规中矩偏长的一个大小 但这个金色配白色真的非常的漂亮 呃如果用彩末的话效果绝对会非常好 呃像是国产比来讲我最喜欢的笔尖也是负利纹笔尖 就是说它而且国产比你想有M尖,这是非常少见的一个事情 平常的话国产就是EF尖按尖,然后就是F尖,基本上这样子 那EF尖的话,呃怎么讲通常来讲的话,有些比较瓜子 可能真的太细了,反而做的还没有那个按尖比这么好 那整根笔的话真的拿起来偏细,然后再下来的话感觉还是有点润滑度的整整根笔 呃再下来的话清洗来讲也不会很难清洗 你看里面的就是这样子,水冲一冲就可以,也没有什么螺丝什么去固定 它这个应该是直接这样子贴上去的,再下来这个地方的话 它这个地方刚好比我的地方够长,这一点也是做的就很细致,能看到一支笔 能看到就是说它花了很多心思 再下来就是这个螺纹你看完全没有,就是像小,我切用手的话就拿大,长时间拿大笔的人的话都觉得OK 那手小的人觉得也是没有问题,就是说它这个尺寸,手大手小的人都能hold得住 我觉得是它整个设计也是非常出色,那这个的话我觉得它是圆的或者六角形的影响不很大 但是从它这个工艺上面来讲,我觉得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正常都是圆的,你突然放过度到圆嘛,感觉有一点那个什么天原地方那种概念放在里面 好,那就整根笔大概就是这样子,那它这里是两种,呃两个就是这个什么金属键 金属键我不知道是不是金属键,但呃不太确定啊 嗯,好像不是,应该是那个电镀键啊,摸起来不是很硬 然后另外一个我不太敢捏,呃它我不懂为什么是两种螺纹这样子去结合上去 应该通常做法比较多是怎么样,就是你螺纹打在里面嘛,直接在杠上面就打好一个螺纹,直接这么扭上去 那两个螺纹我就没太搞得懂是什么意思,因为这个笔馆做厚点应该也是能塞进去吧 但我也不是笔上了,就不是很清楚,嗯,对,然后再下来的话,其他的西墨器上面应该也是 西墨是福利文的西墨器规格,我真的不知道,呃国内反正就两种,一个是2.6的,一个是3.4,3.4是英雄的,2.6是不是永生的我不太确定 呃,我觉得我观众里面国产比的观众也是有不少的,那就,对,看看有没有能给我回复一下这样子,呃,那笔的话大概就这样子,呃,非常的怎么讲,就是,呃,没什么地方好挑递这样子这么看 就是说每支笔都有自己特色嘛,说也没看到什么,也不,就没看到什么说很不合理的一个地方在那边啊,好,那就先上摩一下,看看那个效果怎么样 哦,最近,零笔盖精灵的比较大 上去,我感觉很多人应该很喜欢那个,去看就是,上摩的那一颗,好,上一点点差不多就可以了,点到为止啊 啊,再下来,这个盖上去 再下来,这个盖上去 这个呢,就是,好,一样,拿笔来试一下 这个呢,就是,好,一样,拿笔来试一下 非常干净一个本子,这个本子基本上就是为了那一个试鞋用的 哦,好,这个不用管它,我们继续 好,可以了 呃,复利文的M间,然后给你们对比一下我之前 做的一个末将的C2的笔尖能看到 M间的一个 你看这个笔尖的话 其实它这个没有像平常那种那么雕花那么复杂 但这个看起来就是很简单很协调这样子一个笔尖,那看到 这里M间M间小小的一个M间 呃,能看到它的一个品控真的是挺不错的 而且在这么多国产比来讲,它的一个 这个主力感就比肩嘛 无非就是硬滑 或者就是那个硬滑一点 要么就是弹性大 然后呢,主力感 呃,要么就是那个主力感比较大嘛 那就主力感还硬滑 就是从本力这两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要么就很滑很硬 要么就是主力感比较大 从这个地方来讲 它这两个东西真的是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点 你就是不会觉得说啊 它很滑很硬 也不会觉得说它有点主力感式 而且中文就没有这样子 但它比肩的话控制打磨方式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比肩的话好像我用M间的时候 能出有些小子 你看这个水子上面这个肩的话 但是我用木匠的这边的话 它就不太好 就是那个肩没有没有 没办法像这样子 慢慢收上去 那所以说 呃,个人来讲 其实平常不太介意M间或者F间了 但那个 呃,如果是说你 你也可以靠那个墨水来控制 比如说用粘性大墨水 M间的话它一样可以解的很细 因为流动性比较慢嘛 呃,再下来其他的 弗力纹的M间 所以说颜色肯定也是比较黑 那跟那个0.5比的话 其实感觉像是平常的F间 现在出那么一点点而已 就是没有那种M间特别出那种感觉 所以说 品控等等 我相信就是经过之前式的也是非常的 呃,之前是就是说它品控等等 就F间它的M间出息等等 肯定控制跟百乐也非常好 再下来就 但呃,唯独的一个 呃,地方就是说你看我这里画两下 它就不会像这些这样子那么容易出一个不同 就是不同大小 就是它基本上的粗细变化很稳定 呃,也就是说尖 呃,就说会怎么讲 也不能说偏硬就是很适中 但是你又感觉不到硬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对,好 大概就这样子的一个书写感受 再下来就是你看我填的是黑色墨 我这里能看到点点黑色 但是如果你用彩幕我觉得会漂亮很多 对,那这根笔还是一样 福利文的笔 呃,怎么讲呢 呃,除了 呃,怎么讲 就这么多国产品牌 单从笔件来讲最满意的还是它 好,那就今天到这里 来一个下见,拜拜 itzschild 如果跟厭缓 Tada